桃園機場美食街一片空蕩蕩 放眼望去 座位區幾乎沒有座人 少了客人上門 員工就算無奈 也只能堅守崗位待命 慢慢的現在已經將業績 已經盪到不到三成的情況 而旅客量目前也已經降到30%左右 原本2019年 桃園機場平均每天的旅運量 高達12萬6千人次 不過受到新冠肺炎衝擊 航班大幅縮減 兩岸旅運量少了83% 港澳更是少了85% 17日的旅運量跌破6萬人 創下10年來的新低 18日可能還會再跌到5萬4千人 桃圭44個店家入部付出 緊急召開會議商討應變對策 看能不能減少營業時間 跟營業的電數 那這樣來降低燃力的成本 因為部分的營業時段 根本沒有旅客 那我們依照規定開店 這樣是浪費一種燃力 向中央喊話 一方面希望政府伸出援手紓困 也決定將打烊時間 從原本的晚上10點 提早到晚上6點 更希望租金可以調降 讓廠商們能有喘息的空間 那我們會把各種紓困的對象 他們遇到的問題把它匯整好 希望這因為營運量減半的影響 真的是蠻大的 機場捷運來說 那我們在過年前後 這運量大概降低了不少 大概從降低了15%到20%左右 沒有人潮就沒有前潮 新冠肺炎疫情 讓桃園機場面臨景氣寒冬 中央到地方都不能輕忽大意 畢竟桃園機場是國家的門面 業者撐不下去 對國家形象也是一大打擊 歡迎新聞陳明彥一粒亭桃園報導